这就是街舞跟Unique王一博 彼此成就带出圈的街舞 有着王一博的一份功劳 贡献了王一博包伙后的流量跟热度 陪伴了这档综艺三季 我们见证了中国街舞的蓬勃发展 在这里我们也重新认识了王一博 他是真正专业的舞者出身 用自己的专业度 打开了街舞全新的解读 让大众的接受程度 推广了街舞的文化跟精神 街舞圈对于王一博的认可 不是单纯口上说说而已 而是用实际行动来表达 电影热烈的导演大培说 当初选择王一博来出演的时候 走访了大量的地板舞者 他们给了他同一个答案 就是王一博 在拍摄的过程中 大盘把这件事告诉了王一博 听到很多舞者力推他来出演这件事 给了王一博很大的动力 他自己本人听到后挺激动 街舞圈的力推让王一博有了很大的动力 其实这是他努力而来的结果 是街舞圈舞者对于他的疑问肯定跟信任 努力的孩子终有回报 王一博的努力不会白费 涉猎手印里口碑已经透露出 这将是王一博又一有力代表作 这是王一博热爱的事情 在电影中很多人说王一博笑得很甜 强然没有了裤盖的那股高冷 而是接地气的一份真诚 是发自内心的一股对于街舞的热爱 他演的是自己 的确街舞是王一博的安全地带 不同于其他的影片 他需要挖掘人物的角色 而热烈不同 他只需要做自己就好了 就是这样的王一博 街舞圈都在关注这部影片的上映 能否演出街舞人士的心路历缠 就看王一博的表现了 从首播关后感的反馈中 我们也许得到了一些答案 那就是点燃了我们情绪 看到了真诚之作 王一博是得行圣于言的人 在上映节的传媒颁奖典礼上 王一博凭借无名场空之王 获得了传媒推荐男主角 在舞台上我们发了一个特别的细节 那就是王一博手上居然有老简 好多人都说王一博是幸运的 可是他也是一个从十几岁开始练习肩舞的少年 经历了十多年的练习 走到了台前来掌中的老简 是他努力付出 勤勉地勋章跟印证 喜欢的人说这是一双修长好看的手 可是在看到掌中的老简的一刻 终究还是忍不住感慨一句外表的精致修长 都是内在努力刻苦的呈现 王一博的身高比例 其实在练习地板动作上是吃亏的 可是在影片中 道立转头的很多高难度动作 都是他亲自上场做的 别说这个年纪手上有老简了 就是这个转头道立的动作 没有点童子弓恐怕也是做不来的 别说人家能够红到如今 实打实的业务能力成就了他 这可不是一位空家子的流量艺人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 如今的王一博也曾用了十多年 一步一步走到了大众视野里 走上了舞台 如今的一切他值得拥有 王一博电影热烈